好 主播各位觀眾 九位選舉之後呢 當選的縣市首長以及議員 在今天上午已經順利都來完成了就職 而在新竹市府的部分 現任市長高鴻安在批完第一份公文之後呢 就隨即來到了新竹市議會 因為今天上午呢 在新竹市議會也舉行了正副議長的選舉 而剛剛在騷找的時候呢 正副議長的選舉結果也出爐了 是由國民黨籍的議長許修睿 以及副議長余邦彥順利拿下 我們帶你來看一段稍早的最新畫面 都給許修睿一票 實際上在新竹市議會總共34席的部分 不過呢在這個選舉的結果出爐 許修睿是獲得國民黨的14票 加上民眾黨的2票 5黨籍的議員4票 首輪就以壓倒性20票的部分 來順利來連任 不過實際上隨著高鴻安入主了新竹市府 因此未來在議會 這個藍白盒的態勢可能越來越明顯